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博物馆等级的 明 永乐 清花 龙 穿 禅 之 连文 天球瓶 就是台北故宫最有名的那一届 台北故宫有几个天球瓶 不多 讲起来就是各位数吧 领军的一届 就是封面照的那一届 尝尝看 那是农牵合度 大家都去看那个末流 就是有一个流化 我就是说 那哪里流化 我也没仔细看 我看他那个流化的那个感觉上是自己 ABC啊 就是还不是很成熟 然后就是发表自己的红色 你要是谦虚一点的话 我就指导你一下 或者是一些给你一些建议 你看起来还要是半瓶子醋 算了 我索性不理他 也不删除 保留他的原样 给大家去做比较 你不能把一件国宝重器 去看他的思维末节 你入手就错了 入手就错了 人家说 第一个 看瓷器要看什么 古质 要看风格 要看风格 你最起码你不懂风格的人 你也看看他的气形嘛 对不对 他的气形嘛 运扇 那个运扇多 这个运扇啥 是运你个头啊 运你个头啊 我就说 没有一件 永轩瓷器的防品 没有运扇 你就懂 任何一件 永轩瓷器的防品 它都有运扇 你不能用那个智维末节 太小格局了 所以我不回应是有道理 当然我们也尊重人家 也不去删除人家的东西 也不去跟人家去顶针 针锋枪 也不用 我就 让你 把你的这个意见呢 就摆在那边 给大家去欣赏 这个是什么 要收回是他本人收回 我不去懂他 这是一种 看东西要有一种格局 你最好是从他的风格去看 这是什么年代的 还有什么样的风格 永乐有永乐的风格 选择有选择风格 或者大一点来讲 永轩风格 永轩不分家 永轩它有一种风格 戏的分 像我们能分的 永乐是一种风格 选择是一种风格 然后明中期 陈晃 陈宏是一种风格 明晚期的 家万是一种风格 甚至于到了崇祯 那个芝麻点点 那种感觉 已经到了什么 强弩之末 重新又开始一个朝代的一个振兴 那个龙 由一个什么 肾而衰的一个龙 突然间他又强盛起来了 你看 康熙的那个龙 都有精神 康熙的那个正面的那个力动 都一副那个随时要什么 战斗的感觉 康庸前 是一种风格 细分 康熙是康熙的风格 庸正是庸正的风格 千龙是显龙的风格 然后到了什么 康熙前 还有什么 家道贤 清中期 开始又不行了 又开始 买下一些病根的 家道贤 但是差强人意 但是晚期了 童光宣 那就是那个 我们这样的 一生长淡 就代表了 所以 首先看风格 你不懂风格 最主要先看他的气形 台北国公 郑管之宝的 龙川 残之联闻的 天久平 映入眼帘的 最漂亮的就是他那个气形 做的农牵合肚 我们这有没有 有 只是比例上 他的比例更夸张一点 但我们要鉴定永乐之气 永乐的天久平 好像我们缩小范围 永乐天久平 你一定要懂得看气形 因为气形就可以打掉 一大半的 不对的东西 我讲的不对 不是说 这个这个是新访 不是 历来都有访 明代就有访 到了 康庸前 官方官 一直到了 清末 甚至到民国 到昨天 都还有人在访 有些还是有相当的价值 但我们是纯旧师乐之家 有没有倒弹 是不是 永乐当朝的 这个 天久平 一定要会看气形 我特别把我的手机 因为我们这个是 校长期间状中 挖手机 用我 用我孙子的那个 那个 和牛奶的奶粉罐 稍微抬高一点 让各位看过去的角度 你就知道 这样的一个角度 就是 永乐 天久平的 应该有的 一个离形 带点离形的一个 味道 那会看的风格 我跟各位 不相信我讲的话 宣德时期 永宣不分家 他紧挨在一起 只隔了一年 而且 宣德是黄圣孙 他又是个艺术家皇帝 被永乐 就都手把手传给他的 他的天久平 都没有能够完全 有这样的一个外形 他的外形 基本上是这样 但他已经 已经有点放松了 永乐 东西 天久平 我是最漂亮的 他掐得很紧 所以农牵有度 农牵合度 气形 怎么样讲 微微带一点离形 这种感觉 收 放 收 而什么 丰满 圆满 他的这种气形 也就是台北故宫那一点 最傲人的 我这样懂 可能收藏家 或者是 你不是收藏家 没有关系 你懂得欣赏 最有福气是什么 能够欣赏的人 欣赏的人 就是大块奖尾以文章 就像一个作家 一个文学家 我可以什么 把天下的题材 都可以为我所用 天下的古词 天下的古董 天下的艺术品 天下的文物 都在我的鉴赏范围 这个是有福的 你不要他妈 这边拴一下 那边那边挑一下 也要弄了自己 什么都不是 你要懂得去欣赏 天下不缺美的事物 只缺美的眼光 你没有这眼光 你没有open mind 你close your mind 你永远看不到好东西 所以我一再强调 一再强调 气形 气形 要讲到 永乐的天球语 三个重点 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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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重点 讲到这里 其次 我们才讲到 他的文士 他的风格 莲花 是永乐非常重视 永乐很有名的 那个大盘 制作了很多 赏识给他的工程 或者药园 一把莲 又叫一树莲的大盘 那虽然拍卖价钱 赶不上天球瓶 赶不上大扁瓶 也赶不上大扁瓶 但是他那个是他的一个时代的风格 因为永乐 他要澄清立志 他不喜欢人家贪污 他除了不喜欢人家造版 他也不喜欢人家贪污 他对那些大神 明言暗示 我赏赐给你 但是你一旦要贪污的话 严败 所以跟你讲 一把莲就叫你清心寡欲 就叫你像莲花一样的清心寡欲 而连结致辞 连结致辞 能够有所分寸 你看我们一些先进的 先进亚洲地区先进的国家 人家说法家思想 新加坡 新加坡公务人员的薪水 是我们台湾公务人员薪水的好几倍 但他就严刑峻法 你不得贪 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政府 搞得一塌糊涂 八十八乡不说的 炉渣 就是煤渣 就是炉渣 那些都有毒的东西 就那么就地掩埋了 你口口声声的爱台湾 是这样的爱法 你不是搞得光电 我们要绿能 舍弃了四千多亿的核四 把它丢到水沟里 还继续花钱去维护它 就不给人供电 一度电都不生产 就不是花天象之大吉 就搞那个什么 漏了绿能 绿能发电它需要大面积的土地 要摆一些什么金属的器物 那个第一个破坏来对了 这保育的观念来说就是不对 就现在新的我们都看着 那将来他老了旧了 他要淘汰 你怎么处理呢 你也是就地掩埋吗 把好好的大好核山 弄得乌烟瘴气 而且发不了几度电 还有什么黑社会的人在火拼 开八八家 就为了那个利益 那个利益就结合了地方的政府机关 甚至于地方的手上 同流合污 他选举的经费就靠那个来的 所以 号称这么清廉的人 号称在立法院吃便当的人 这么清廉的人 他一句话他也不敢吭 道理在哪里 道理就来这个地方 我们讲的吃人的什么 嘴软 拿人的手段 要能够连结支持 所以莲花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永乐大地就是莲花 你不清莲 或者是什么 重什么 严性菌法 最严重到什么 可以把你五瓦分尸 销售世众 莲花 在永乐时期 是一种尊贵的一种 哇 在他心目中 几乎就是国花 而且 他的那种美 那种艺术 那种美的一种表现 是一种柔和的美 反过来 他在政治上的意涵 却是一个什么 带有 教化人心的 愿意 好 所以龙 代表着永在哪里 这个龙 龙川脸 那红色 我们这个叫做青花又鱼 我们这个名称 跟一二九级 都是同样的一种文字 但名称不一样 所以我拿出来 这个也是有点宣教的 也不要说宣教 这样讲 我们好像把自己抬太高了 我们应该讲 现在大陆讲科普 科普 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知识的一个普及 有青花的 还有青花又鲼 你说故宫没有 或者博物馆没有 他有没有是他家的事情 我有是我家的事情 而经过了 我抱了什么二十几年 我天天研究他 天天瞪着他看 我看不出一点门道出来吗 他要是说 不到带的 或者不到位的 或者不完美的 怎么会入刘大师的法言 二十几年 百看不腻 越看越有趣 就是我跟各位的 第一个气息 第一个长大气息 我们台北故宫啊 又仿那个天酒瓶的 你去看啊 这贩卖部 贩金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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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惨不忍睹啊 我有一个邻居 人家说 我看他那个贩卖部 跟他那个 里面存的那个 那个国宝 我都看不出分别在哪里 就被我讲了一顿 这么高的一个知识水平 又做过一些 主管阶层的人 你太不上心了 不用心 你有心去看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后来 这个这个 一刺激的时候 这个人就 他对这方面的资讯 就开始非常注意 我之后再跟他之间的互动 的谈话 我觉得这个人 他还是有心人的 天下乌兰是只把有心人 有了很大的进步 因为我们看 他的贩卖部卖的那个 房屏啊 那惨不忍睹 那是故宫房的都那个样子 你何况那民间房的 真不能看 这个气形 讲他的 讲他风格 他的文字 就是永乐 永乐就是注重莲花 而且他每一朵莲花 画的姿态各异 但是就一个美 而且流畅度 仿的东西 那个流畅度 那不能比的 挥洒欲如 空间 挥洒自如 自然的留白的空隙 看得很舒服 感觉上什么 轻轻松松 但是他却是一点的 多保重气 细节的文字都一样 整个龙的姿态 一只大的巨龙 盘巨 这个龙就相当于永乐大帝的 这种 这种 天国 那是号称为天国的大名 永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都在他的锦绣大帝 长一条巨龙 所以为什么喜欢红龙 红龙特别难烧 这个是什么 这是铜红钥 以前古人有一句话说 如果要穷烧铜红 为什么 铜红成就的率 成功率太低了 一直都在浪费 若要穷烧铜红 铜红是高温的钥里红 非常难 而且大明王朝 本身就是一个火德 明 就是明教 就是重火 大明王朝 而且他 诸位章 启兵于南方 南方属火 南方从后天搬挂 青龙又搬挂 钱租雀 中国的大地 钱就指的是南方 作品像南 钱租雀 红色 是什么 大明朝的明 明教是火 南方属火 还有呢 对 他启兵的红金军 他的什么 Mark 他的代表的 他的这个什么 代表的物 就是红色 所以 大明王朝 整个就是一个红字 就朱约章开始 把大明王朝 做了定位 到永乐时期 他当然 他要跟他的什么 先父 他要能够追随 他的先父的角度 而且他个人 另外我们俩 洗神跟用神 他另外一个 他的洗神是什么 白色 当初姚广孝 他的国师 要送他一顶白帽子 意思就是 要把他送上皇位 他本来就是燕王 北京的燕王 王 上面加一个白帽子 就变成皇帝的皇 还要那种 早有这种野心 要把他推入皇宫 对 一个红 一个白 是永乐 我们在研究一个人 我们叫人物质 人物质 我们以前讲 人物质情报 我们以前研究过江泽民 他是标准的上海人 到哪里带把小书子 没事 书头 书的油亮油油亮 有上海人的那种光鲜 有上海人的那种亮丽 而且也有上海人的那种 圆通多字 南方属水 水得就是主 水是主圆 就是形状圆 圆通而多字 所以我们人下学讲 水得水 我们讲的那个 乐五行种子 水得水文章贵 所以他在外交上 他在怎么样 他都采取一些柔性的步调 当然这也是从 邓小平就开始 奠定的一个韬光养晦 他在把韬光养晦又发扬了光大 外交上耍得淋漓尽致 他太太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 可是你看 一起夫妻两个脸妹出发 都受到很尊重的待遇 没有跟任何国家产生什么 针锋相对 即便针锋相对 他也能够用一些什么 很柔软的身段 最后把它处理掉 这就是我们对他的人物质的研究 但他柔中有没有带钢 有哦 他动不动讲 我96公斤 我去拿 那体重 你们要来推翻我 或者你们要来撼动我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他也有他的 我们现在洗老 在洗大大 洗大大是西北 来自西北地方 西北地方的民风强汉 你看西北地方 我们左吹笛子 那帮迪就来自西北地区 帮迪音很高很尖锐 你看那个谁啊 演那个皮影戏 演那个西北 那个名字我忘了 经常在奥斯卡 不是 经常在那个 得奖的 那个叫什么 瘦瘦的一个人演 演那个皮影戏 演那个就是西北地方 唱那个皮 那个北方的帮子 很 那个声音很 很 很高亢了 我们就以上海 上海这边 上海的笛子 来叫它取笛 取笛 上海的取笛 长笛 笛子长 还是大 它的音频比较低 比较柔和 西北地区的 笛笛又短 就比这个 手电筒 长不了多少 所以它的音频 非常的高 基调以下的 才算是帮笛 G调的 A调的 小C调的 那种皮影戏 你看 我们看过皮影戏 就是西北人的性格 就是 习大大的 比较性格 它的性格 比较 刚烈 比较正直 刚烈 比较 不转弯 直而刚 而勇而猛 西北人带的军队 讲究的是什么呢 票判 所以 这种人物自战 就会显现的不同 从这样去看永乐 你就了解了 永乐大爷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 就是一条大龙 团聚在什么 中华大地上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而我强调的 我的价值 就是莲花 你要能够 玉解冰清 你要能够 出淤泥而不忍 那这朱元璋出生 一个小和尚 一个乞丐 出淤泥而不忍 而懂得什么 进化 不断地进化自己 终修成莲花的正果 好 细节的部分 他口言的地方 这个禅字在什么 对很少看到 人家很多人解读不出来 我们种花的时候 这是洁白 也是洁白的 对了 禅字的枝子花 禅字的枝子花 像他的形状 一个是枝子花 不会开张这样子 还有一个什么花 对了 桃花 桃花 以桃花来解读来说呢 桃花是讲究的是什么 人缘 桃花讲究的是这种 逃离满天下 跟莲花配在一起 真好 一个连接字词 一个是属于收敛 另外一个是属于什么 退长 对长于密 是什么 莲花 莲花长于心 退长于 弥之于六 弥之于六 是什么 桃花 桃离满天下 桃离满天下 好 这样的一个天球瓶的文是 青花 幼里红 我们就是 明永乐 青花 幼里红 龙川禅之连文 天球瓶 比昨天那个烧的 更难 难度更高 因为青花跟幼里红 它都是 它的原料不同 青花是属于孤懒料 用进口的苏玛离青 那个幼里红呢 是铜红 是用铜离子 作为它的 橙色剂 铜离子在高温之下 非常不稳定 温度太高 烧飞了 飞白飞白 不见了 温度不够 烧黑了 所以它要控制得非常好 而且青花的温度 比假设说要1300度的话 铜红柚只能到1280度 就是它中间有个 二十多度的这种温差 你要取其平衡 要允知觉中 它才能出来 共同出来这么漂亮的颜色 这是南上 懂的人 我这样讲就懂 好 另外我赶快 因为我真的要出门 不好意思 我先把重点再讲再一遍 青花 幼里红 青花幼里红 幼里红 在永轩时期的幼里红 它有个特征 它就带有虾青 或多或少带点虾青 这不能带太多 太多就变瑕疵了 就这样运散 也不能太多 铁锈牌也不能太多 太多那就是瑕疵了 或者人为作作刻意 自然之间呢 它会带一点虾青 是 就是 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征 你只要看到上面长绿胎的就不对了 长绿胎那就是往青以后推了 青以后的 通红右 高温的通红右 才会有绿胎的现象 那你就往 康熙 康熙的 而且大红色 正红色 也不对 那个时候没有大红色 永轩时期 那时候可能是 现于技术 或者当时的审美眼光 它就这种颜色 就这种颜色 它是 偏一点点那种什么讲 带一点那种造红 带一点造红 或者说咖啡红不管 就带一点的那种中红色 但真正的大红色 是要到了雍正时期开始 它才烧得出来 可能也 这是 同时我在这边举两个例子 就是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你不一定要完全认同 但是你要认同我的这种什么理则 不一定要认同这个事实 因为大胆假设 还是要小心求证 根据我几十年来的经验 我都看了 刚才说 对清花 现在以清花来讲 原清花有些制胜型的 原晚期的清花 那么漂亮 你看 土耳其的托布卡比皇宫 跟伊朗阿德比尔神庙 它的那种 那种清花的发色 那是标准的原清花 苏玛丽清 那种淬青淬青的 为什么 同样 我讲了这两个地方 是国际知名的 清花池的聚三地 同时 它把它 永乐清花 也是这么漂亮 唯独 没有红武 因为红武的清花 上不了台面 或者不被西亚地区的人 喜欢 而接受 为什么呢 难道 而且大家知道 朱元璋 在元晚期开始 他还没有拿到政权的时候 他就已经先拿到景德镇了 因为他起兵于南方 景德就在南方了 所以说 在那几十年的光景里面 景德镇就在他的管辖的范围 他要烧出 同样这些人才 这些圣物的原料 他大可轻易地 制作出来 像原清花 像永乐清花的 苏玛丽清的这种效果 为什么他画 那个绿不绿 灰不灰的 那种清花 大家知道 这个红武清花 就是他制成一格 难道是他笨吗 他笨的话 他当然开国皇帝了 有这种什么的 我们就有合理的怀疑 合理的假设 他不喜欢那个清花的那种人 同样的 他的鸿武的清花 西亚地区的 不管是 土耳其的 特布卡比 皇宫跟伊朗的 阿德比尔神庙 他里面 那个地区西亚人 不欣赏他的颜色 那他也不欣赏 他们喜欢的这种 正蓝色 所以他会偏向一点绿 偏向一点灰的 这种的清花 这是可能 有人最早研究 都是说 好像他的技术 我可能会到什么 不单是技术 这可能是跟皇帝的喜好 我们有句话 上有所好 下必胜业 上有所好 下必胜业 不要说那个时代的皇帝 一个人说了算 一呼百诺 你现在的这个 你看看 谁执政 下面的这些什么 政务官 是他用的人 然后常务官 都跟着政务官 龙头怎么摇 就龙尾 就跟着百呼 有的时候甚至跟着他胡说八道 跟着他为非作胆 都有 当然也有正义知识 也有吹哨人 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重点是我们讲这个 所以 大胆讲是 红武青花 是根据红武皇帝 朱元璋皇帝 他的偏好 他对颜色的偏好 一个他喜欢红 另外他不喜欢 苏玛丽星的那种 那种 炸出来的那种脆蓝 好 根据那个 第二点 永轩 的幼里红 难道不能烧出来 更红一点的东西吗 我 早先都认为 那时候的技术条件 烧柴火棒 又没有温度计 又没有天 又没有瓦斯可以用 又没有电可以用 他只能烧到这样的程度 飞 我说 不尽然 跟他当时的 那种什么 审美的这种情绪有关 他当时的审美情绪 就是 他是偏向于什么 我们讲的 叉子烟红 我们现在讲 这个歌星唱歌红了 大红大子 早年 黄梅教 盛行的时候 林波 大红大子 一首 两三伯 就定了江山 那周杰伦呢 一个名不见经传 也没念过大学的人 他一首 青花词 就底定了他的江山 就是他的一种 所以 子 带有岔子 这种红 是偏向于岔子 也是偏向于老子 起轻流 出关 出 嘉与关 秋关 然后什么 太 这个 出来 接驾 他留在当地 多庭留了三个月 写成了一部五千字的老子道德经 紫气东来 对 紫气东来 中国人的紫 不是像现在讲 紫药水的这种紫 不是 中国的紫就是 北京的紫禁城 你可以想象见到 就根据这样的原理 岔子 我们飞行 紫白飞行也是讲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 九紫 九紫火 一凯二分三人四分五中工六间七对八根九离工 离工离挂 就是什么 九离的紫火 就是 岔子烟红 它这个颜色 你看我们到了 橙化 橙化的斗彩词剂 不是理由一种 岔子的颜色吗 间谍成化 以孙宇宙的那句 两句话为主 鲜红淡抹绿闪黄 岔子浓厚却无光 讲到那个岔子 就接近紫细东南 它像一个绣的那个铁 生锈的铁那种 那种的颜色 是不是跟我们那个 永轩的 幼灵 或许有关系 我不敢讲绝对 这个是绝对可以 只能推家的 青花 我们是看 红武青花 我们做 就合理的怀疑 难道红武皇帝 他在位31年 他烧不出来一件像样的青花池吗 非也 他不喜欢那个调调 那怎么搞的 突然间到了 到了他儿子 永乐时期 就烧出来了 跟原青花差不多 甚至更胜于原青花了 那中间的 他是31年白费了吗 不是这样 跟皇帝的偏好有关 而且永乐 他的文字武功 文字方面 永乐大帝 建立这些重要的典章制度 武功 他自己遇下青春 武征蒙古 把蒙古都打到了 把蒙古都打到了 俄罗斯之外 对吧 地缘政治的政治 地缘政治 三十几个国家 正在旗下西洋 来向他朝共 他是一个 雄才大略的一个人 而且 他对中华的 传统文化的精髓 比如说紫气东来 他一定有 他的一个看法 说明这个颜色 一方面是限制于 当时的一个 火温 遥温的一个控制 本来就这么难烧 再加上 他认为这样就够了 这就是他需要的 带有紫气东来的 那种颜色 也就是陈化时期的 那种叉子 是变成 他的一种特征 也变成 他的一种时代风格 也变成 他的独树一枝的 这种美学 这种美学 结合了中华的传统 从老子的紫气东来 一直到 老子的 比如说2600年前 到他的600年前的 北京紫禁城的建成 后名为紫禁城 都跟这个息息相关 好不好 我想今天赶时间 说到这里 而且该讲的 重点都讲 给各位 很快的照一照 因为有的人 说是要不同灯光比较 对 这正合我意 你看 他在中间带有那种 泛书的那种 虾青色 虾青色 是他的一种 时代风格 时代风格 所以他整体的韵味 看起来 就是有那种 紫气东来的感觉 不但是一条龙 而且是一条 紫气东来的龙 代表的是好福气 也代表的是一种 一种精神象征 也代表了一种 智慧的结晶 老子是充满智慧的人 否则写不了 道德经 道德经五千字 是中华文化的 精髓中的精髓 曾经 孔老父子都什么 问理于老子 我说不说问理于老子 因为 如将的精神 呈现在外的 就是一个理 在内的就是一个人 所以 克己赴理位之人 他跟理跟人之间 是一理一外 两者互相 所以理在 儒家来说 是重中之重 他问理于老子 就可以想见得到 老子 在中华文化上的一种分量 他很多结胎的地方 各位可以去找 这边结胎 都有结胎 这边也结胎的地方 在我的灯光一照之下 那个显现出来 他的制作的工艺上的一种展现 也是一种美的一种展现 也是一种大气的一种表现 中华之龙 锦绣大地上一条龙 而且是紫气东白的一条龙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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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